東北風減弱了 在今天白天 各地的溫度都回升了 不過這天氣形態來說 未來幾天 你要注意溫度還是起起伏伏 小心別感冒了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幾個之最 第一個最涼的地方 嘉義 天亮之前輻射冷卻作用 清晨17.8度 但是今天全台灣最暖和的地方 也在嘉義 中午的溫度到了29.5度了 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日夜的溫差 已經將近達到12度之多 但是今天海邊的陣風 以這台中的無期是最大的 有到7級的陣風 禮拜三各地來說 仍然天氣晴朗又舒適 但是週三的深夜到週四清晨 風面要接近了 到了禮拜四 氣溫又會略微下降 我們就來看看衛星雲圖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台灣上空只有北部上空 跟東半部地區有些雲層 因為風向吹著偏東風的關係 所以在東部地區 早晚會有些短暫雨 小丁寧給您個提醒 要注意的是日夜溫差 非常的明顯 穿著方面要注意 還有高山的天氣寒冷 晚上的時候 在山區的朋友要注意保暖 要注意保暖的天氣寒冷 要注意保暖的天氣寒冷 要注意保暖的天氣寒冷